两个东西的一个是定存证明 另一个是工资流水 这两个是现在是确定不需要的 对吧 这两个确定不需要 对 这两个东西真的之前搞的 真的 你这个是刚刚得到消息还是 刚刚 然后刚才收到一个今天爆炸的消息 就是在我们两个在这正在这说 这个批准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是 爆炸性信息 对吧 这个信息全网绝对是没有的 我们这是第一个放出来的 什么信息 你说一下吧 本来说 批文下来后 开户存款 体检和买医疗保险 就可以有签证 但现在可能要加上一个 有房产证明 有了房产证明才可以贴签 谢谢 回公司一下 看看啊 哎 安店 来 给你带了咖啡 哎 谢谢 我问你啊 就是那个第二家园 是不是上周那个旅游部有那个新的政策了 有发一个新的资料准备行单 走走走 我们给客户讲一讲讲一下那个东西 走 爱点 你把那个文件打出来一下 就是那个第二家园的那个 咱们中文的是咱们自己翻译的 对吧 对 但是那个原版的那个马来文的还是英文的那个咱们一样打出来 等一下咱们就差不多拿这个给客户讲一下咱们 好了 公司是在不可以加六这边了 如果想了解的话也可以过来这边公司来找我了解了 我前面一直没有拍第二家园的视频 因为政府前面一直没有什么新消息宣布嘛 所以我就一直等着说是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出来 确实现在是比较明朗了 但现在有执照的也不是太多对吧 目前少过十家吧 可以 好 今天就跟大家休闲点咱们聊一聊吧 好 今天跟安迪随便来聊一聊 不要整的紧张兮兮的对吧 现在很多第二家人做这个视频都是一本正经的 我给你一个一个来看一看什么 咱们今天就轻松好吧 来看一看 主要是因为我为什么今天来公司了 因为前两天的话 旅游局对吧 旅游局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的话基本上就是说 一个新的资料准备下 这个是比较完善的 对比较完善的 之后还会改吗 这份文件 大概率是不会改的 这个已经算是总的材料 需要这份材料 然后这份文件的话是旅游局公布的最新的 应该算是白银级别对吧 这个是各个档位的 它就是请的申请二家所需要的材料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不会出什么别的问题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到底最终需要的是哪些文件 好吧 然后我们公司现在其实是已经可以递交了 而且不是说刚刚递交已经多久了 大概 我们第一批递交是8月17号 但是我们其实是7月22号执照就下来了 对 7月22号就下来了 现在有执照的公司不是很多 然后基本上的话 如果大家想要这份原版的英文的 或者是我们翻译过来的中文的话 可以主页加小潮的微信 然后我发给你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新的 具体需要哪些 我们吐槽一下吧 好吧 来看一看 第一个的话就是主申请人的护照的复营件 对吧 这个的话是每个人 就是主申请人的每一页都要吗 包括控白页 包括控白页都需要 主申请人和附属都需要 主申请人和附属都需要 OK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亲属最新的护照复营件 对 这个也是需要每一页 对 控白页也要 OK然后第三个就是蓝底的照片四张 对 每一位家属 多大的家属 3.5CM乘5CM 其实就是护照规格 护照规格的总共蓝底四张 OK 第四个就是亲属关系证明 嗯 这个亲属关系证明 它主要就是出生证 或者结婚证 又或者 出生证和结婚证 这两个 主要就是要证明父母是你 你的爸爸是你的爸爸 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 嗯 全部都要做双人证 全部都是需要反应公证从认证 OK 主要是中国国籍的 如果是其他国籍的话 澳洲国籍美国国籍 它就是不需要 对 因为本来就是英文的嘛 对 对 然后下一个就是无犯罪证明 对 对吧 每个国家需求都不需要 台湾 不是香港的叫做良民证 对 美国的叫什么 Letter of Conduct LGC 他们还有一个叫non criminal 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 反正就是每个国家可能要求不需要 但是都是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 都是要到主要都是去公安救护者警察 OK 我问一个就是说我这边就是咨询最多的 就是这个无犯罪证明在国内开的话是要自己去吗 必须得自己去吗 不需要 有一个小程序就叫做公安一网同伴下载了这个APP 过后可以在线申请 哦 可以 就不需要本人去是吧 不需要 不需要 然后他几天过后就会发了一个电子版的电脑 哦 OK 然后下一个就是法定声明 证明单身及无业状态 这个是为什么的 这一个是给主申请人的孩子 比如说你孩子是在21岁到34岁之间也要有律师开出一个证明 这个是我们公司处理的 我们公司 好我们可以帮他们处理 我们可以帮他们处理 不需要后准备 然后第七个是新家的医疗报告 嗯对的 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是不需要这个医疗报告 是不需要的 这个是新家进来的 需要原国籍出示的这个体检报告 然后第八个是任何的相关文件 这个是什么 在第几条 任何的相关 任何相关文件是比如一些辅助文件 有些比如换国籍 换国籍啊 你要带着原有国籍的父母 比如你移民去美国国籍 然后你的父母是中国国籍 你要怎么证明之前 你那个中国国籍的身份 跟你现在美国国籍身份是一个人 就你要提供户籍注销证明 这个户籍注销证明就要回去开 所以啊 我今天看完这些东西 里头是没有 两个东西的 一个是定存证明 另一个是工资流水 这两个是现在是确定不需要的 对吧 这两个确定不需要 对 这两个东西真的之前搞的 真的 你说对吧 就是 很多人他可能是已经是退休人生 他有大笔钱 但是他没有工资流水 必须得逼着 对吧 现在完全不需要了 然后 现在也是不需要你的那个定存证明 不需要 对 这些都不需要 那还蛮不错的 其实要的这些都是一些基础的一些信息 对 然后我前面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这些东西全都符合以后 然后把资料交给到我们公司这边 哪些东西是需要原件 哪些东西是需要 就是说电子版就可以 需要原件的是 就是那些环衣公正双认证的材料 比如出生证 无犯罪证明出生证 这三种是需要原件的 然后照片也是需要拍的发过来 除了这两个 其他都是发电子版就可以了 那其实现在要准备的材料 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繁琐了 之前 简单多了 我觉得那个定存证明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对 然后基本上交到我们公司的话 资料齐全 我们现在网上交要多少天大概下来 45天左右货批 确定吗 确定这个确定 45天下来 然后之后的话 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流程 就是你审批下来的会有一个 你们叫什么 批文 批文 对批文 批文下来以后 就我们旅游签免签就直接进来 然后拿这个 我们要带着他去开户体检 对 批文下来的 过后 顾客需要 批文下来的 过后需要来到马来西亚进行三件事情 分别是体检 购买医疗保险 以及开户存款 这三件事情完成了 过后 14天里面 第一个检验前证 就会下来贴在你的护照上面 但是在贴签之前的话 是要把那个15万美金定存要存存 对 开户存款的步骤 对 然后那个他是要存美金还是存马币 存的是马币 美金等额的马币 对 对 这个很多人之前有问过 然后基本上货批以后的话 是要在一年以内买房 对 一年以内 我有一个问题 我当时一直没有问你 就是说 买房的这个 如果 这是之前一个顾客问我 如果他一年没有买房 这个签证是给他卡掉 还是怎么样 政府没有说是吗 这个他们没有说 但是 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身为中介 条例定了 我们就尽量去跟 如果实在跟不了的话 到时再来看姐姐的房子 明白 对 他第一次贴签的时候是给五年还是一年 五年 直接是五年 但是如果你护照 有效其实有三年 他就给你贴三年 那他怎么样 就是说 比如说有人没买房 他怎么样就是说强制 这个是一个疑点 对 我们暂时也不确定他们会怎么去 就好像之前第二家人一直说 比如说你要住够多少天 但是其实从前面到后面也没有说哪一个人 因为没住够就把他护照什么直接给你收过来 给你把天资给你 是有一些商量空间 对对对 就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对吧 但是这个买房子还是得 肯定是得买的 尽量更条例 对对对 这个大家不要冒险 就是说说想买房 你最好还是买房 因为之前有顾客问过我 如果我不买房 我就要五年签证 这个还是不要冒险 不要冒险 尽量还是符合一下这个条件 然后就是说 基本上现在看视频的观众 都是属于对第二家人 已经有初步了解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白银黄金这些要买房的话 基本上他不是说吉隆坡 你现在看到的白银黄金跟柏金不是吉隆坡 是槟城雪兰娥跟新山市区全部都属于白银黄金柏金 只是说现在有一个级别叫做经济特区 对 政府有公布吗 哪片区算经济特区 我觉得比较像的两个就是伊斯坡达区跟那个 陈宁城市 陈宁城市是金融特区已经确定了 陈宁城市是已经确定 对对陈宁城市确定 而且你记不记得前面有说过一个 就是说必须要买新房 经济特区 金融经济特区都是要买一手房 对 对 但是你要知道 我前两天去新山拍了很多伊斯坡达区 包括经济特区 我拍完以后我发现什么 经济特区基本疫情之后没有盖很多新房 而且之前的旧的房子都在一百一百五十万以上 公寓啊 如果半独立排屋那些更贵 大概就两百到一千多万左右 是 所以说 大家但凡选择这个伊斯坡达区或者是经济特区 办掉钱 肯定就是看在他那个要求的条件比较少 对 那又得买新房 说白了就 森林城市 森林城市 我们也是带领 那正好卖啊 正好卖啊 你们要不要卖 你是promise森林城市啊 可以的 可以的 我不是黑他 可以可以 我以为你是要黑他 没有了 可以可以 我们森林城市可以 老板要打个招呼吗 要好 打个招呼啊 同观众们 好 老板 所以说的话 基本上那个经济特区的话 就是要买森林城市为主 金融特区是买森林城市为主 对 对 但是具体的之后有什么经济特区的一些的话 还是要看 但是特区没有很多新房子 我已经去考察完了 他们项目确实不多 目前经济特区的项目确实不多 而且他们的发展商其实都挺 呃 怎么说呢 蛮难拿他们的项目来卖的 嗯 所以说这个有所有得吧 你既然选择了特区的那个低的很多条件的话 就是买一套森林城市那个就没办法避免了 所以说如果想要更多选择啊 最稳妥的还是白银级别 包括我们这边走量走最多的也是白银 对的对的 但是其实续签的话也不是很费事儿的 像续签的话还是跟以前一样嘛 就是呃 一个是那个体检报告 嗯对吧 对 不需要就是他主要很多人问这个体检报告 我有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不算的对吧 这些基本的老年病之类的是没有什么关系 对因为很多人担心啊 我有高血压尿酸高 其实只是看有没有那个就是叫什么传染病 传染病 有什么艾滋病啊乙肝啊 这些的话是不允许的 对 然后其他那些大家可以放心啊 什么三高啊糖尿病啊这些没关系的 这个不算到那个体检说是过不了的 然后另一个的话就是要看你在银行存的那笔钱还在不在 嗯不需要 现在不需要了 不需要不需要 去前不需要看你的存款了 之前要凡个条件啊 现在不需要 现在只需要你的护照 你的罪行体检报告 还有你的医疗保险 OK 对就这三件事情 OK 然后保险的问题我再问你一下 第二家人保险还有没有限制年龄 第二家人保险有没有限制年龄 怎么说呢就是说 如果客户他们 比如说他80岁了还能办吧 还办不了 70岁 他办得了但是他不需要买 因为首先保险是60岁以上就没有强制购买 保险 对第二家人的条例是60岁以上你要买不要买随 但是马来西亚的条例是70岁以上买不了保险 对对对对 所以60岁以上如果说你要买可以 你不买也可以 因为很多我的顾客啊 他就问说是我70多75岁了 我想再买一下享受这个医疗保险 我要办医保怎么办 我直接说70岁以上办不了 办不了对对那真是什么有办法 去工地医院呗 工地医院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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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老男家很难等 很难得对对对对 工地医院还可以 对对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那个 比如说要提出来一半一半款的话 要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对吧 对 对 有一个新的东西 有一个东西可能你要换一下 就是 哇这个疼痛了 什么东西 呃 该下面下面有这三个东西 嗯 可能会加入一个新的一项 把房产加进去 有了房产证明才可以得到 批文 还可以得到还可以得到这种钱 那也无所谓啊 哎我问你啊 嗯 呃 你这个是刚刚得到消息还是 刚刚我老板帮你了 哎等等这个正好说一下 然后刚才收到一个今天爆炸的消息啊 就是在我们两个在这正在这说这个 批准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是 爆炸新信息对吧 这个信息全网绝对是没有的 嗯 我们这是第一个放出来的 嗯 什么信息你说一下吧 呃 主要是关于房产方面的 因为之前所开会订下来的 就是在二家签证下来后一年内买房 即可当算作符合买房的条件 但是现在有的消息是 刚刚才开会出来的 呃 需要 购买的 在批文下来后 才 办理开户存款 体检医疗保险的时候 还要加上一个买房 加上买房过后才可以贴签成功 嗯 签了SPA合同 对 不需要付全款 至于要怎么去定义买房这个东西 就还未知 对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啊 前面马来西亚政府就是说 需要什么什么文件的时候 一直没有一个批文 直到上周的时候旅游部出的 这一份准确的文件出来以后 才告诉你们真正需要的是哪些 这个东西一旦出来的话 基本上不会改 就好像前面一直说 房需要买房需要买房 也就是说一年之内买房啊什么 这些都是说他们讨论可能露出来的一些消息啊 没有一个准确的 那现在基本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是比较爆炸性的一个消息 对确实确实挺爆炸的 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很震惊的 就是对吧 我们正在说这个货批需要哪些东西 对吧 我们突然间收到这个信息 是对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是说买房子的话就很急迫了 对吧 就办第二天同时基本上要开始看房子 要不然到时候贴签下来的话 对吧 看也比较着急了 对对对 哇这个真的是很很爆炸的一个消息啊 对 嗯 这个消息一放出去我跟你说 这个是一个好吃还是一个坏事 嗯 对 好帅啊 你算是好吃啦 吹骨科 我没有做房产对我来讲 你算是好吃 对你来讲是好吃 对你来讲是好吃 对我 对 对你来讲是好吃 对吧 小潮就给大家推一些本我们本地人买的一些优质的房产了 前面你不是有问我我我卖哪里房产 我跟你讲我卖三位Velo City那边 其实海外房产公司不会卖什么三位Velo City 我只要做三位Velo City那边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住那边嘛 比较接地气一点 包括现在炒的很火的Velo City 嗯 炒很火的 你知道他们那边现在买那个七房还得加价买 加二三十万 那么夸张二三十万 对 马币 嗯 不加钱买不到 供不依求到那么夸张啊 嗯有点夸张 很夸张那边 老实说我确实挺喜欢那里 那里环境的感觉很优先 我觉得很舒服 整个环境都做到非常的舒服 嗯 是但是那边缺少一点接地气 我比较喜欢接地气 就像客戴到妈大城堡那边 有烟火气之类的 对对对 那里就比较偏人烟稀少一点 那是舒服 对是舒服 然后接下来我就说一下 就是其实之前的第二家人大概有多少家呢 以前很早以前 两三百家 两三百家 其实我17年18年打工的那家公司也是其中那一家 我当时打工不是在这家公司啊 我之前是在双子塔那边有一家公司 我是挣的三千马币的这个底薪 然后做这个第二家人 打工打了很多年 对所以说我现在对这个东西是比较了解 然后我那家公司其实是一直到21年 小超不是说一拍脑子 我想来做第二家人 是我之前一直从事的我的本堂就是第二家人 只是说从21年之后的话 基本上因为疫情嘛 第二家人真的断了很长时间了 对后来我去留学公司做的一点 我就认识丁老师 包括现在我跟他现在做这个国际学校的探校这些的 对 然后因为我为什么突然间现在把第二家人这个东西捡起来做 是因为很多人他问我的意见 小超你帮我推荐一家靠谱的或者怎么样的 我之前是做这个的 我本身对这个话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说我基本上可以帮助很多想要来买一下这边 不管是房产还是第二家人有咨询的都可以主页联系小超 小超会像朋友一样的给你们一些建议啊 然后就是说这个新执照的问题 之前是有两三百家 但是这个自从这个新的执照下来以后 之前的那些全部要重新申请 对 全部在2024年7月过后要重新申请 然后他的牌照有效其实是从2024年7月开始 发放下来的才是有正式新二家的牌照 对 我们是其中一家 我们是其中一家 同时在旅游部的官网 也可以在潮到我们先关注 我会把这个旅游部的这个链接 我放在这个视频底下 然后大家可以上去搜一下 下面我要讲一个东西 是很多人很多人 什么东西 就是能不能做生意 这个东西真的太多人们了 对 他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这个做生意这个 他其实关于 因为 第二家有四个党会 经济金融特区 白银黄金和国金四个党会 这四个党会里面呢 除了国金 大家在网上可能会有看到 国金可以做生意跟工作之外 其他三个党会都是无法工作跟做生意的 但其实这个翻译是错误的 因为从官方文书给我们的文书上面 它是马来马来版本 马来版本的上面写着的 确切字眼是 经济特区 白银和黄金要做生意 可以 需要申请相关总证 但是这个所谓的相关总证 目前在马来西亚 暂时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 后续可能旅游部会推出来 这个所谓的相关总证 到时再去申请 现在是没有了 所以该干嘛就干嘛 该做生意就做生意 要不然的话 因为基本 90%的办二家的客户 他们多数在马来西亚 都是有做一些小生意的 如果说不能做生意的话 就等于剔除了这些扣物权进来办二家 所以我们政府其实在这方面 相对来说 也稍显人性化一些的 对你说 本来我不办二家 我还有各种办法 我去做生意 然后我办了二家 我把钱存在银行 然后我又买了房子 这贡献这么大 然后反而不让我去 不让打工我是能理解的 对吧 办第二家人基本上也没有来打工的 也确实 对对对对 基本上来这养老啊 创业啊这些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网上太多那些 翻译错的版本了 他们翻译的都是华语版本 因为我们之前 有官员他们发的是华语版本 华语版本是写着 无法工作 他们就跟着翻译 但是其实马来语版本 给了我们的官方公司 是写着 可以做生意 需要生意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被误导 明白 就是还有一点我想说到 不是马来西亚招令西改 是因为马来西亚这边是 民主国家 他其实很多东西的话 他需要 讨论商量对 所以说经常就是讨论 可能露出来点小消息啊 这样的 就会导致好像说 今天推出再怎么过两天 又变成这样 没有的 一旦正式的像这样的文件啊 出来以后 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所以说 基本上之前说什么 一年内买房 现在又变成就是说 贴签的时候就要买房 这些都是小刀消息 也没有说准确的下来 对如果到时候准确的 什么信息下来以后 我还会给大家及时的报告 这段时间 我一直没有讲第二家园的话 是因为一直没有什么 政府的一些消息说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 递交这个资料 现在还是陆续在进行的 那很多人都说 我们光是网上交 政府根本没有省 那对于这样的言论的话 你这边有什么 有的 就是很多客户他们担心说 我们说可以 可以递交申请 只是收了固货申请 等到开放再去递交 但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递交过后 他会有一份出来 叫做 就是说政府已经受理了 我们这一批申请 我们交上去是有效的 而不是说 那个申请说了 放到我们公司 等到可以递交 我们才递交 不是这回事 这个是我们有排到公司 可以做到的 交了上去 部门已经受理了这封信 这个受理性也是由 马来西亚第二阶段 一站是处理中心 也就是今年刚成立的部门 来受理的 明白 所以说 这个就是 顾客如果来了公司的话 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可以没有问题 这个肯定是不能发给顾客 对 就来了如果是实在 不是很相信 我们说已经可以交的 可以给大家看 没有问题 这个证明包括你 采交期前 让我们递交了过后 我们递交过后 要给你出示这一份证明 证明我们确实是有 把东西递交上去部门的 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你 就是很多顾客他们 就是说 现在根本第二家人 就制造就没有下来 他们说你们交上去就是 交上去根本就没有省的 对吧 现在很多这种声音出来 对 确实 因为现在他的情况是 可以递交材料的中介公司 也只有那几家已有牌照的 已有牌照的意思就是 2024年7月过后才发放出来的牌照 然后除此之外 其他不能递交的 因为刚才我们有说到有两三百家 二家的中介嘛 在旧二家的方面 然后现在他们目前都还没有牌照 所以他们可能在申请当中 牌照还没有下来 所以他们无法递交 所以他们就说无法递交 确实他们是无法递交 但是我们有了牌照的 有了新牌照的是可以递交并省的 如果大家对第二家人感兴趣 想咨询一下 或者是已经是 对第二家人有了充分认识 现在就是想递交 想要赶在DEP 想要赶紧升级下来的话 主页加小条微信 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 正好明天我就要回中国了 我要去办那个婚礼 婚礼 婚礼 我是18年已经领了结婚证了 但是一直没有办 因为本来想着研究生毕业以后 去回中国办 就赶上那个工作的一两年以后 就赶上那个疫情了 没有机会回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 所以说明天的话我就回中国了 但是我的视频现在可能还是会 留在那个新山那边 因为我新山拍了很多视频 都是关于就是说第二家人 跟包括在新山当地的那个衣食住行 伊斯干达区 经济特区 这些地方 库存 库存视频 但是还是小潮很用心的去拍的一些视频 也没有太商业化了 确实是很用心 对对对 然后可能 年纪和温度过 对对 今天是中秋节 中秋节也是要祝大家那个中秋快乐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然后还有什么第二家人想了解的 都可以联系一下小潮 包括之后的话 有任何最新的爆炸性的消息 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 好吧 现在我们公司是可以递交材料的 而且不是说递交上去不审 而是递交上去 已经审了45天就可以批下来 只是说后面有一些政府的一些就是要求 比如说像买房啊 到底什么时候买啊 有的说一年有的说 刚才我们刚得到消息啊 说是要贴签的时候就要买 这些的话不是具体的已经落实的消息 要等后面政府推出的就是落地的一些 就是像这样的 给到官方门书出来 对 官方门书这样出来 那如果说是大家想找我们公司办 那个第二家人的话 流程是怎么样的 它其实大致的流程就是 我们会有一份一项书 这份一项书也就是授权我们公司 成为你的第二家人办理代理人 然后签了这份一项书 我们就会开始协助准备材料 准备材料 准备材料 如果不需要的话 就是把材料准备好 然后我们递交上去 第二家人一站式处理中心 也就是让他们审批 整个审批过程会大约45天左右 45天左右 初步审核批文就下来了 下来了过后 我们就需要进行接下来的实行 批文下来的过后 半年内是需要一家人来到马来西亚 进行三件事情 分别是体检 购买医疗保险 以及开户存款 也就是存 你办的二家人那个存款档位 这三件事情办理了过后 14天过后 就可以得到第二家人贴钱了 有可能还会加个房产 这个有可能还会加个房产 对这个刚才的那个爆炸消息 对对对对 如果说加进来的话 就需要在半年内购买房产 才能贴钱 这个比较爆炸这个信息 确实确实 这个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还有就是说我们签异象书这些 其实都是可以远程签的 就是说相信小桃的 或者是相信看小桃节目很久的观众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 就是说远程的话 我们这边签了异象书 然后我们可以把资料就开始准备了 其实下一次贴钱贴下来 你们来一趟马来一下就行 不需要特意的先来一趟 对对对 我们现在包括我现在手上很多客户的话 基本上都是走这样的模式 对他们主要是对我充满了信任 是对 这个到处不需要担心 因为所有的牌照 包括我们的公司 全部都是在官网上面可以查询到的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今天中秋节 大家吃个团圆饭 早点回去休息吧 拜拜 拜拜